程度不需要你了 你会重新回演艺工作吗 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 被问到何时冲翻演艺圈 眼神坚定 摇头说不 48岁的她有了孩子后 逐渐淡出荧光幕 专心在家相夫教子 日前她接受蔡康永的专访 提到未来希望大家能够 记得她黑发的样子 我希望永远是大家心中的知名姐姐 我们不要这样好不好 希望以后我白发 大家记得还是黑发的我 对此一人小意思出席 医美活动时隔着镜头 向林志玲喊话要回归家庭 百分之百支持 而且越快越好 她现在的小朋友还很小 这是最需要妈妈的时期 所以我觉得志玲 你赶快回归家庭 小孩子嘴角上扬 像是刻意在说反话一样 荧光幕上的宿敌 现在同为人母 很能体会当妈的心 二十年以后 她都已经七十岁了吧 我觉得就好好 就是跟老公两个人 就是享受就是退休的 就是享受他们两个的两人世界 针对最近幼儿园未要风波 小X表示愤怒和震惊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惊跟生气 因为你真的有的时候 你不会知道学校在做什么事情 小X表示自己的三个女儿 都会和她分享学校的人事物 无法想象教育环境 竟然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 三连学员蔡宇军 文家喻台北 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